来关心国内消息 西蒙政府掌政之后 要求旗下所有人民带一式申报资产 一事透明 如今这项制度可能扩大到在野党国会议员 首相敦马迪医生今天表示 既然在野党具有批评政府的权力 为公平起见 在野党议员也应该申报资产一事同仁 首相中午主持内阁反贪特别委员会会议后 召开记者会 公布国家施政 免政及反贪中心提成的建议 除了内阁部长和执政党议员 目前还没纳入申报名单的反对党议员 必须以并申报财产 不过敦马坦言 这项制度必须通过国会立法才能实施 除了申报资产 国家施政 廉政及反贪中心 也主张拒绝收礼政策 敦马指出 现在的官员不可接受超过500令吉的礼品 食物和鲜花除外 他也大趣地说 如今家中尽是食物和鲜花 马兴盛新闻台采访报道 还有 我已经 volume pass了 运动 松永大 越来 还有 你 应